文化人士 我们来谈一下文化对象 刚刚说文化人士 他不一定专家 刚刚那个同学说非专家 我觉得非专家不够精确 你可以说是文化人士或艺文人士 或是文史工作者等等 这些非学术工作者 他们对于文化对象的兴趣是什么 审美 他们兴趣是他的审美的意义 多过于 比如说对于学者来说 文化对象在于什么 知识的指趣 什么叫知识的指趣 就刚刚讲过历史的价值 对这个社会具有某种特殊的意涵 比如说当我要 高雄有一个劳工博物馆 你知道吗 高雄 劳工博物馆 大家没有想过 劳工也可以变成博物馆 那我问你如果要变一个劳工博物馆 你要展示什么 展示劳工 很怪吧 展示什么 劳工室 怎么样呈现劳工室 就有器具了对不对 特别的器具 比如说以前欧柱 跟现在 现在欧柱已经没落了嘛 那以前传统产业的一些制造业 那劳工他所会接触的器具 现在也不用了 现在都用自动化取代 这个东西变成是一个 对学者来说 它是一个很重要的知识的指区 为什么 因为它代表一个阶级的不同 阶级在社会学 甚至在文化人类学 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 你要如果去找一个 代表阶级差异的一个象征物 那个装饰品 甚至器物 清朝皇宫用的器物 就跟一般平民百姓用的不一样 平民百姓用的东西 可能清朝皇宫还不会出现 可是在清朝皇宫里面 用的那些什么针啊 那些有的没的那种小器具 一般人一般寻常 百姓家也不会用到 这是阶级的价值 阶级代表的象征意义 那对于学者来说 它是有某种知识指趣的 最重要一点是国家 对文化的对象 它为什么要 急于去界定文化概念 为什么要透过文化概念的界定之后 去掌握一个 把一个对象变成是文化的 为什么 国家为什么具有这种需求 它不是纯粹的审美 它也不是为了纯粹的知识 为什么 很好 经济价值 很好 或是外交价值 对不对 还有什么 教育什么 很好 非常好 国家认同 怎么样 譬如说有什么东西 会让你觉得 这东西是可以形成国家认同的 比如说现在台湾 特别像青年级 你拿那个什么 清朝的黄袍 有国家认同感吗 没有 不一样 不一样的历史脉络 对不对 清朝 对 还是皇宫后世 后代子孙 教育目的 国民素质 对 所以 其实国家来界定文化概念 来捕捉文化对象 它有很多功能性的目的 那功能性的目的 一定要对整个国家 有关系 譬如说 我要断念 来我们再翻到前面 那个文字法第二版 二十二页 马上来看就知道 第一条 保存 及活用文化资产 要去活用 而不是实质的保存在那 活用 什么叫活用 你知道吗 就是博物馆展示 就是活用的其中一项 OK 干嘛 充实国民精神生活 也就是他们认为 国民精神生活可能是缺乏的 你看康熙 或是看什么大致学院 不行还不够 文化 文化展演 精神生活 故宫的 还是北美馆的 还是使博馆的 还是台湾地方文物 精神生活 发扬多元文化 这几个字非常有意思 实际在台湾 什么意思啊 大家想到什么 尊重 文化 表示 在这之前我们可能 有些文化不被尊重 对不对 譬如 没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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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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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可能有个 这次的那个 带的课计是 那次的 对 而且你知道 他将在重褥府放映 然后 我就听到 看今天 小蠻油在裡面 足足多四個半小時看完 這個有象徵意義嘛 為什麼中文府前面的路要叫凱達格蘭大道 都有象徵性的意義 發揚多元文化其實就是要尊重多元文化 尊重多元文化是因為在這之前 有很多族群文化的問題是不被尊重的 所以講簡單一點 國家去掌握文化對象 最簡單就是為了統治正當性 統治的正當性 你把國民塑造成國家認為 他所需要的人才 他所應該有的智力發展 他所應該有的人格特質 那才是國家需要的人才 這是統治上的正當性的需要 所以你去移民 你即使到美國不管你去哪個膚色 你都要宣誓嘛 是要遵守這個憲法 然後熱愛這個國家 不違背他 為什麼要做這樣的事情 這不是尊重多元文化 不是 他背後有一個很大的企圖 是在透過這種好像很自然喔 很好玩喔 然後很沒有政治色彩嘛對不對 這文化哪有真正的 可是他是透過這種方式來鍛鍊 順便鞏固這個國家的統治正當性 這樣講你們會不會覺得 你這種說法會不會太政治化了 沒關係我們等一下到後面 我們再談 會不會太政治化 當然另外一個東西是 就是文化或經濟價值 特別在台灣現在 以前工業時期會談文化嗎 很少 很少 或是那個文化都是屬於上流文化 廟堂之上的文化 古典音樂啦 那種什麼Opera對不對 歌仔戲也不會當作文化 那都是敗觀野史的東西 突然有一天 這些東西有經濟價值 為什麼 因為你台灣人 不是你不要說台灣人 東方人啦 你怎麼拉小提琴 會拉得多西方人嗎 那是屬於他們自己文化的東西 那有他們的脈絡 那你看那些成名的 都是到國外去才回來的 台灣有什麼經濟價值 可以從自己的土地生長出來的 再講個例子 很有趣 這個東西雖然都是例子 可是強化你們 對所謂文化資產的 甚至如果你們哪一天 真的要寫企劃 你們都要從這邊思考 有一個老師 他是台語文研究所老師 他之前是學外文 外文系的 結果他有一次去英國 結果有個朋友帶他去一個演奏會 然後與會的人他們都說 我們來演奏各地的 各國的文化 各國特色的音樂 俄羅斯音樂 大家可以知道什麼 修羅斯音樂就是什麼 德國的音樂 比如說貝多芬啦 Ottd音樂啦 法國音樂 然後就想台灣 應該演出什麼 台灣應該演出什麼 其實之前是奧運 他的音樂就是 奧運就是調節我們 那個原住民 那個鍋 鍋什麼音 對不對 好期待 對 這都是後來才發展的喔 之前是台灣 因為不懂事這個 所以 當我們出去的時候 我們發現 欸 其實我們拿出來就是中國 中國式的東西 我沒有統獨色彩喔 我說中國說 那個當然是我們文化更遠的部分 只是說 欸 我們會在台灣這個社會 政治歷史發展的脈絡 會出現一個台灣意識的需求的時候 你會發現 你要跟某個 從中國而來的東西 劃分的時候 你會發現 意識找不到 你會發現 找到的是日本的東西 有九份 戲院 難道不多日日時期留下來的東西嗎 台灣有些 台灣是處在一個很微妙的一個 歷史發展過程 就是 當他開始注意到自己在地的歷史 文化的時候 他很容易就 把 其實是殖民的東西 變成自己的文化一部分 這當然無可厚非 只是說 欸 他會變成一個很微妙的東西 他到底是屬於本身 土生土長 文化根源出來的東西 還是那其實也是一種外來之後 然後 變成自己 文化歷史